为啥甄嬛让人越看越起劲 如意却让人越来越丧气呢 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 甄嬛和如意的区别 区别一 一个苦情剧 一个爽剧 如意呢 是一个只想追求爱情的苦情民族 红利成了皇上 如意是妃子 两个人的身份地位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红利为了皇权 对待感情也没有那么纯粹了 但是如意依然只想要少年郎 倾心自己 情深义重 两心相许 甄嬛呢 是一个为爱心子 开始奋斗事业的爽剧女主 被四大爷的婉婉泪青伤害以后 就全是我的福 还是我的念 出宫修行 又欲真爱 但是依然可以为了父母 而重回渣男的怀抱 遭遇了背叛 也可以踩着仇人的尸体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区别二 宫斗级别不同 如意始终有自己的底线 只参与了聊聊几次的宫斗 相比主角的宫斗段位 他还不如配角海兰的段位高呢 有事没事 只会给自己下毒 算什么宫斗剧女主 甄嬛就不一样了 刷新了宫斗新世界 前期呢 独宠被人针对 可以下风复杀贵人 利平 为了扳倒华菲 可以放火烧宫 我不害人 却也不能让人白白害了我 为了父母二次进宫 扳倒安宁戎 碰瓷一休 后期更是为了果子里复仇丝大爷 我真的不是刻意踩入一转 但是我里缓缓宫斗 才是大佬级别 甄嬛从宫斗级别上吊打了如意 但有一点却怎么不比不上如意 区别三 出身不同 如意呢 是著名的乌拉娜拉士 从一出生就什么都有 妥妥白富美 还遇到了自己的少年郎 并和初恋在一起了 虽然因为一休而被婆婆不喜欢 但是在红利boy那儿 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如意这么高的起点 却一手好拍 打个细碎 甄嬛对比如意 出身就低了很多呀 她只是一个汉塵之女 进宫前也没有遇到美好的爱情 如意一开始有的 是甄嬛奋斗一生都望尘莫及的 区别四 都喜欢梅花 但寓意不同 如意是性子孤傲的青梅 谁答应怎么知道我们主喜欢绿梅 青梅不常见 也意识着如意和其他妃子们的不同追求 这也是她人设的特殊 连喜欢的花 都是骨骼轻奇的稀释绿梅 如意渴望被红利珍惜 但是命运却像青梅一样 开头美好 结局潦倒 这绿梅实在是难得 只是凡事过于轻奇 便不能久容于世 甄嬛则是倔强不屈的红梅 你若喜欢红梅 真在让他们把乙梅园的红梅 一泻到宫中来 红梅是冬天特殊的存在 能生长在寒冷的冬日 体现了甄嬛在后宫中 顽强的生命力 环环渴望像松柏一样 常年清脆 这也是她对自己生活的稀迹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一直在追求 温和从容 岁月静好 所以最终的命运 也成了当界的宫斗怪军 区别舞 都曾经爱过 但感情线不同 如意和红利是青梅竹马 从相恋到相看两眼 因为初恋太过美好 所以如意不好从感情中抽离 最终只能默默死去 甄嬛和印珍就是 别有目的的一见钟情了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单纯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国君王呢 斯大爷心中另有白月光 你知道了 其实能有几番相反弯 也算是你的福气 早早就看清了这一点的甄嬛 能更好地从这段感情中抽离出来 这几年的情爱 时光 究竟是作风了 甄嬛和如意都冲自 同一个娘 柳恋子 所以这两位主角的感情结局 居然也是出奇的一致 区别六 对感情的态度相同 爱情的结局也相同 两人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美好的爱情 一个是期盼两心相许 另一个是希望岁月静好 如意遇到了青梅竹马的爱情 但遭遇了婚姻的七年之痒 还有老公 中年对他人的一情别恋 他的这段感情简直失败 甄嬛遇到了一见钟情的爱情 但遭遇了当人替身的悲哀 心思之后又遇良缘 但恋情终究不被世俗所接受 虽然后期重新得到了四大爷的爱 但这并不是甄嬛所期盼的 这段虚假的感情 对甄嬛来说 也是失败至极 区别七 最喜欢的诗句 涵盖了他们的一生 如意和红利初见就是 墙头马上摇香固 一剑之君寄断场 这句诗的背后 是一个凄惨的爱情故事 最终如意也像故事中的 李千金一样 虽然和爱人生了孩子 但是还是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甄嬛在移民园和四大爷相遇 念了 逆风如解忆 荣意莫摧残 这句诗的意思是希望 北风可以呵护梅花 不要摧残他 代表了甄嬛希望 男子可以疼爱自己 结果他却被四大爷的 弯弯泪青 伤透了心 总结了以上七点不同 你大概就了解 甄嬛和如意的区别了吧 甄嬛战和如意传的本质 就是不一样的 一部爽聚 一部丧聚 各有各的好 大家投其所好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 为什么甄嬛的历史原型 扭呼噜氏在王府时生下了儿子 却没有被生为侧妇金呢 当时他作为应征的侍妾格格 入府已有七年之久 生下儿子后地位毫无提升 接着又当了十多年的侍妾格格 明明扭呼噜氏也算高门贵女 难道生下儿子的他 不配做侧妇金吗 嘿嘿 还真的是 因为他极有可能出身寒威 我们来看看有关孝圣献皇后的身世之名 清朝的规矩 皇家子嗣 每三个月都要上报一次 生母和出生年月都要一一记录 每十年要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 重新修改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御谍 御谍是研究清朝皇族人口 最直观和最真实的凭证 这里面记载着雍正第四子 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出生 姬母为孝圣献皇后 纽呼噜氏灵柱之女 官方资料显示 纽呼噜氏是一等成恩公 四品点一官灵柱的女儿 这样看来 似乎纽呼噜氏父亲的官职也不小啊 当时侧附近李氏的父亲也是四品官员 为何李氏有资格做侧附近 纽呼噜氏就要做十八年士气格格呢 且往下看 在清列朝后非撰稿中 对纽呼噜氏的家世也有清晰的记录 父灵柱 原任四品点一内大臣 雍正十三年 封一等成恩公 祖父为吴禄 曾祖父恶意腾 从这段平时无华的记录中 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首先 纽呼噜氏的父亲是在雍正十三年 也就是乾隆即位的第一年 为了提高生母的家世 由乾隆亲自家风的 这个贴金算是给纽呼噜氏贴的 所以纽呼噜氏做侍窃格时 他的父亲并没有这种荣耀 第二点 纽呼噜氏的祖父没有任何官职记载 可能只是一个白钉 而曾祖父恶意腾 也只是开国大功臣 厄意都的表兄弟 这里为什么要把厄意都 话重点讲呢 亲中期八大家族中 最重要的一只 纽呼噜氏 主要来源于厄意都 这一支的后人 他总共有十六个儿子 开支三业后 家族人才辈出 清朝中央后妃中 有不少都是厄意都的直系亲属 比如康熙的第二任皇后 孝昭人皇后 她是厄意都的亲孙女 嘉庆的第二任皇后 孝和睿皇后 道光的原配皇后 孝母城皇后 咸丰的慈安皇后 都是厄意都的直系后代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萧生献皇后 并非厄意都的直系后代 作为厄意都的表兄弟 厄意腾这一支 没有一个出谜的 因此振嬛的历史原型 出身不高 家族不旺盛 祖辈也不发达 连她父亲的四品官职 也极有可能是 纽护鲁士 霍锋西背后 雍正恩赏的 所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做支撑 女人的地位就是地下的 以上三点几乎可以证明 纽护鲁士出身比较汉威 所以她13岁时被挑中 做了侍妾哥哥 一做就是18年 中间生下了儿子 也没有晋升侧附近的机会 这仅仅是因为纽护鲁士出身汉威吗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做四阿哥的侧附近需要很高标准吗 其实也不高 齐飞做侧附近是因为她生下四胎还受宠 年世做侧附近是因为她受宠 以及家世还不错 这样一比 纽护鲁士哪一样都不占优势 在她生红利之前的七年时间中 甚至没有机会侍寝 一来背后没有强大家族做支撑 二来不受待见 这就是纽护鲁士18年 也没能晋升侧附近的原因 不过纽护鲁士万万没想到 几百年后 她居然成了人们狂热追看的电视剧女主角 而且人们习惯性把她称之为宠斗大佬 雍正后宫真的存在严重的宠斗吗 我们来剖析一下她的后宫 第一附近纳拉市 在十岁时就嫁给了13岁的印珍 属于她最早的女人 再往后是茂平 她给16岁的印珍生下了长公主 地位不算出众 茂平入府不久 理事就来了 这两个女人相差一岁 应该是同时期的士妾格格 这时印珍的女人实在是不多呀 因此不会产生勾心斗角 理事很是被宠了一段时间 共生下四个孩子 所以成了侧福进 迪福进是康熙亲次的发妻 所以雍正对她也是毕恭毕敬 很有夫妻风范 迪福进入府13年之后 我们的主人公纽呼噜市 终于入府 又相隔了13年 因此迪福进和纽呼噜市之间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矛盾 纽呼噜市要貌平庸 家世寒威 性格也不出众 导致她一直在王府做混混 几年都不曾被丈夫重信过 此时的印珍在26到30岁之间 一切的中心都在事业上 自然顾不得后院的二三世 直到有一天 印珍病倒了 还是传染性极高的病 一时间居然没有人近身伺候 这时入府七年的纽呼噜市 看准了时机 勇敢迈进了丈夫的病房 又是喂药又是喂饭 什么都亲力亲为 这时病床上的印珍 才意识到纽呼噜市的存在 这才给予了她应有的世亲机会 也是这一次孕育了未来的乾隆帝 可惜纽呼噜市实在是中庸且低调 尽管给王爷生下了第四子 依旧默默无闻 得不到日常的宠幸 这也跟年事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年事恰好在纽呼噜市 生下红利的那一年 入府了 她比迪福近晚到20年 比纽呼噜市晚到7年 由此看来 这些雍正后宫最重要的女人们 几乎都相隔很长时间 才分别入府 要说互相争斗攀比 几乎是不现实的 不过年事的到来 确实给纽呼噜市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她一入府就疯狂被宠 11年间印针只和年事生孩子 其他人一律得不到机会 这对纽呼噜市来说 可算是倒霉 也算是绝望了 不过这一切 被下面这件事改变了局面 你知道吗 甄嬛的历史原型 曾经连跳5级 雍正的一个动作 直接把她定为黄太后 是什么动作呢 1722年雍正即位 在同一年 她就把十岁红历的名字 挂在了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 也就是说 她刚刚坐上皇帝 下一任皇帝就已经定下了 作为红历的生母 将来纽呼噜市 就是妥妥的皇太后 可这将来的福气 纽呼噜市都蒙在鼓里 她正沉浸在晋升的喜悦之中 英正即位后 大封六宫 有皇子的纽呼噜市 被封为了西非 从侍妾格格 跨越到西非 这次升了多少等级呢 我们从侍妾正常升级的位份算起 侍妾格格 答应 常在 贵人 贫 妃 纽呼噜市 连升五级 这份喜悦 第一次让她体会到了 风光和尊贵是什么滋味 纽呼噜市的下半生 就此开挂 把皇后和敦肃皇贵妃 一众人熬死之后 西贵妃终于一人独大 暗暗掌握了协力六宫之权 42岁这一年 熬走了雍正 天下正式成为 纽呼噜市母子俩的天下 恰好这一年纽呼噜市刚好走过人生的一半 天知道 居然还要再活42年 纽呼噜市接下来的42年 可以说活成了最幸福的寡妇 最长寿的太后 乾隆非常孝顺纽呼噜市 不仅每逢节日要大过特过 还要不定时带母亲出去旅游 纽呼噜市在这种状态下 活到了84岁 成了大清最长寿的太后 折服18年才换来的幸福 已经知道剧本的你 会想尝试一下这种人生吗 关注冷婶儿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